我们看念老的注解 发葬成佛号 阿弥陀 这句是上名国土 上是前面一科 现一步 是说明记录世界的环境 土为身之所义 顾名一步 佛善能医 顾名正报 能医的是人 所医的是环境 佛有三身 佛有三身 也说明每个人都有三身 每个众生都有三身 但是佛的三身 现前得受用 众生因为迷了 迷了变成众生 虽有三身 不得其用 但是三身并没有失度 只是有障碍 那个障碍就叫烦恼 叫业障 业是一切善不善的造作 造作就叫做业 正在造作的时候 古人称它为是 造作完毕之后就称为业 所以是业 前面一个字是因 后面是果 业是果 事有染症 有善恶 果报千差万别 所有无量的那些果报 佛跟我们说 全是自作自受 绝对无一件事情 是无因而得的果 绝对有因有果 所以 我们对一切果报都要承受 无论是贤是恶 佛法常讲的善缘 善缘 善缘 顺境 逆境 都要自己承担责任 不可以怨天尤人 和任何人无关系 愿天尤人就罪加一等 受的苦就更多 时间就更长了 所以 果报既然都是我们业感的 所以佛说 如果你能将业障 参费参缘 参缘 业无了 你就成佛了 道理真的很简单 要做起来很麻烦 很难 放下集气 放下掩污 放下一切造作 每一件事情都非常非常艰难 在佛法里面 只有靠正宗 我们能得到 如果没有这个法门 我们永远无办法脱离轮回 所以这个法门 是佛法法保 保中之保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 欢迎订阅频道 开启小铃铛 也可以扫上方的QR Code 就能收到最新影片通知哦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